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屢杰 欢迎收看今天的屡市战国BATTLE 东东大学已经结束了 我们说赖清德总统以四成的选票 拿下了这一次的总统宝座 但是问题来了 四成的选票是不是这个优势弱势了一点 而且宣文不是就没事 宣文现在有三个重要问题要讨论 第一个是行政院长到底要找谁 第二个立法院长到底奖落谁家 最后曹晓也大 那曹晓也大的情况 整个执政会不会遇到提前掰咖 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讨论 那首先先介绍今天的来宾 第一位政治评论员王志胜 你觉得好 大家好 第二位政治评论员 萧玉和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第三位政治评论员周伟航 大家好 OK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立院龙头到底谁来当 我相信这是这几天内 大家最热议的话题 蓝绿都要拉拢白 这八席的关键吗 我们比较一下 来上一次的选举 2022年的总席次 还有2024年的总席次 来在2024年国民党拿到了52席 比上次增加了14席 民进党只拿到了51席 比上次少了10席 而民众党拿到了8席 比上次多了3席 时代力量不好意思下课了 是的 没错 打中了 OK 来 其他还有两席 那我们说这其他两席 包括一席传送中的高金树梅 另外一席是陈超明 那这个都归于泛蓝阵营 换句话说 以蓝绿比例来讲 是54比51 那双方都没有过半 正所谓蓝绿不过半 那就是由白银成为关键的少数 而这一次白银总共8席的立委 黄珊珊跟黄国昌 国昌老师我们就不介绍了 来 其中包括所谓钥匙工会 全联会的秘书长林一军 还有民众党台北市党部的主委林国成 如果我没记错 他应该是甄宇的爸爸 OK 然后再来战国策 也就是说 这个这是国内是讲的网军头 OK 这个吴国春成 那台湾新著名党的党主席 麦玉珍 那资深媒体人张旗凯 还有 这个颜色上呢 政治官谱上呢 其实应该算非常绿独派的 这个阿扁医疗小组的发言人 陈钊之 钊之姐 那这巴西到底怎么影响 这一次立法院龙头的选举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 以下这则报道 超越蓝绿 最强战力 超越蓝绿 最强战力 巴西不分区立委党选人一字排开 民众党新科立院党团成员 一早在党团开记者会 首先针对2月1号的院长选举 向蓝绿叫板 请问两大党 有志于角逐立法院院长位置的人 请问你们的国会改革的证件跟蓝图是什么 提出国会改革4点要求 包括国会听政调查 人事同意权 立委利益回避 以及经费使用 但就是没说院长要挺谁 对的事情 我们可以跟任何政党合作 不对的事情 我们一定强力抵制到底 亮出民众党价值观 要选谁白银还没做决定 但已经确定8票团进团出 不过以现在国会三党不过半的状况 如果投向51席的民进党 那绿营提出的人选就会抢下立法院院长 假设投给52席的国民党 这样蓝白加起来也过半 不过还有一种可能 都不投票 让蓝绿对决 这样国民党胜出 外界分析可能会维持韩科友好 以及蓝白合作的可能 您的哥哥黄树光 也是下届国防部长被点名的人选 那您怎么看这件事 以及有没有可能 这就成为国会绿白合作的契机 刚刚讲的 在大我之下没有小我 所以第一个就是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我们现在是 台湾民众党的部分去立委 就是把现阶段的工作做好 强调国会改革是重点 没过半的蓝绿两党 想争取国会龙头 还得看看白银的脸色 好了我们看完影片之后 我们要了解了 那这八席是不是真的关键的少数 还是到最后 蓝绿觉得我不跟你玩 谁当都没关系 因为立法院院长 他当然要调和顶奈 已故的前清明党的立委 刘文雄曾经讲过 没有王金平过不了的法案 但是在这次嘲笑野大之下 我们说他真的会提早搏脚吗 或者是说民众党这八席立委 到底怎么运用 用这八席用最小的力量 创造最大的混乱呢 志胜哥 是没有错 可以看得出来民众党在 这个选完的第一时间 就在国会的议题上面 就有起手势了 黄国昌出来讲 然后提出四项诉求 要求蓝绿的 这个去做相应的回应等等 你从这里可以看出来 民众党很想要在国会 关键少数这个角色上面 能够带动整个的风向 带动整个的走势 那当然第一站是立法院长 那可是既然叫关键少数 换句话讲 也就是他只能是扮演着少数 会怎么这样说呢 因为大家会想几个剧本 现在几个剧本 就是刚刚李杰哥提到 到底是蓝白河 还是绿白河 还是白走自己的路 看起来我觉得确实蛮有趣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外界一开始 在选举的过程上 当然判断深藏不安 都会觉得说 是不是蓝白河的可能性高 因为蓝白本来在选战的期间 就有在讲整合的问题 而且不只讲统统 也有讲立愿 可是选完就都不算数了 对 选完之后 互相翻脸叫劲 白头的饭吃了 当然买单做人 而且其实蛮凶狠 互相这种 互相隔空喊话 较劲的状况 所以你看这个状况 其实蓝白河也有可能 因为大家也认为说 你跟他口中模板的 模板的那位战犯 长期来都认为跟绿营关系 比较有好 所以这个东西就很吊诡 可是白的其实做法 我觉得黄国昌的起手势 其实很多人会觉得说 他是不是在叫价 我觉得完全不是 怎么说 因为在这个情势之下 不管怎么样 国民党是第一大党 按照立法院的职业新司法里面的投票是这样子 第一轮要过半 你才能够当立法院长 如果第一轮没有绝对过半 第二轮只要相对多数 就可以了 黄国昌 黄珊珊 他们也心知肚明 民众党的政治基础 在年轻人 年轻人真的能接受韩国瑜当立法院长吗 这是一个问号 不会 一定蛮精彩的 我其实蛮期待的 但是如果民众党支持了韩国瑜 那民众党赖以为支持的这一群年轻人 有多少人会不会跑掉 对 好不容易才拿下350几万 他会不会这样跑掉 所以民众党自己也在盘算 怎么样能够安全下装 什么叫安全下装 第一个就是 反正不管韩国瑜要当或谁要当 或者是民进党要推游锡坤要当 反正是你们两大党自己去玩 我有我的政策 你们最愿意来支持就支持 那不愿意 反正第一轮我就自己推一个人 或者不推人 然后让你们两大党去厮杀就好了 第二轮就确定国民党决定 我占据道德制高点 就跟我没有关系 所以看起来 民众党特别是黄国昌的起手势 玩的是这一本棋 不好玩的我觉得是赵少康 赵少康很快速就说 好我们支持四年之后 我还要加码等等之类的 那问题是赵少康又不是党主席 对啊 也不是总统候选人 结束了下班了 他会发生 我战斗兰啊 对啦 战斗兰 就战斗兰在表示意志支持 黄国昌支持民众党 所以这很诡诀 不过可以看得出来 民众党这个起手势 就已经可以理解到说 未来蓝绿白三边的这种纷争 民众党他不会是在单一押宝 他会在特定的预题 特定的时间点 特定的关键上面 他才要去做表态 不过换句话 如果这样子讲 如果两轮的投票 因为第一轮 大家各投各的 然后各自拥护 自己回答 所谓的归队之后 那就势必得进行第二轮投票 那第二轮投票 如果是相对多数 那基本上两轮投票 如果票数都一样的话 那注定结局就是 由国民党来决定 谁当立法院的院长 不过在这个情况之下 绿营这一次在立法院 并没有过半 而且他也不是第一大党 只有51席 那愈何 那民进党怎么办 游喜坤怎么办 选前的时候 挖挖到现在都一直在传出 是不是有这个绿白盒 就是刚刚主持人提到 游三配的可能 就是绿白盒 那主要是因为说选前 就是说这个 黄珊珊跟绿营的关系 是比较好的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 这个决策看起来 是也蛮理性的 就是说 我拿这个立法院的龙头 来跟你交换 那可能在这个立法院的 招委也好 或者是说在行政 甚至说这个 各部会有什么样的交换 这个东西看起来是很理性 但是这样思考 其实它会有一个盲点 我们看这个 大家在放话的过程当中 我们要看的是说 你从这一些 他们所放的话里面 他们所 这些话里面 他们所强调的 这个我的底线 以及我可以 让步我可以谈的东西 是什么 民进党的底线很清楚 就是说 我们认为国会议长 是要适任的 那适任的 那意思就是说 韩国瑜其实是不适任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 有自己的院长人选 那就是游锡坤 但是我在副手这边 我没有讲 那就代表 这个部分我是可以谈的 可以让的 对 可以让的 可以换的 那到底是要绿白盒呢 可以 人可以谈 甚至我们最近还有一个说法 说其实也可以绿蓝盒 就是说这个江启臣 其实是不是形象也不错 虽然我想不到 这个江启臣 是不是有可能一个人 带六个人过来 五个人到六个人过来 这样 这其实有点异想天开 但无论民进党的底线 就是我们一定要 有自己的院长人选 那就是游锡坤 但是副院长可以谈 那民众党那天 在开记者会的时候 他提了四项要求 其实那些东西都是虚招 关键字只有四个字 就是团进团出 就是说我们民众党一定是 八个人 我们一定是团进团出的 但是我要请大家注意 他们并没有说死 我在什么状况下 我会团进团出 刚刚志胜哥有提到 我们在选立法院政务院长的时候 第一个他是分开选 第二个他是要投两轮的 那我到底是在哪一个环节 我要团进团出 哪一个环节 我是开放我的八个人 自己去投票 其实我没有讲清楚 这个东西就是我可以谈的东西 大家来瞧瞧看这样子 所以说我觉得其实对民进党来说 或者说对柯总招来说 其实这一局就是老神在在 毕竟就是也没有 也不是没有遇过这样的状况 不然我这次立法院诡议的地方在哪里 现在目前看起来国民党没有大人 不管是真名忠贞永泉都已经下班了 OK 那现在看一下最懂议事规则的大人 大概就是霸灰尼老了 烧得出色力纸的 这个柯建民柯总招了 但是问题来咯 我们谈论了所谓的有八席的跟五十一席的 你还是要回来看占最多五十四席的国民党 到底怎么决定 外传国民党似乎有跟黄国昌 国昌老师招手 那现在现场来宾最懂黄国昌的 大概只有周围很多老师了 是的 这个小弟跟他长期共事了 我可以很肯定的跟国民党讲 黄国昌老师 基本上不会接电话 不接电话的程度到什么样的程度呢 刚当选没多久 民众党党部人打来问我说 你有黄国昌电话吗 我说你关我什么事 你自己党的找不到自己党的立委 太强大了 是因为他住的那边是新店山区 我不知道 还是汐止山区训练不好 都是不赌不回 他要见到他就是在那里放话了 他的场合才有机会 否则他都不赌不回 这就是奥义之所在 你不接不赌不回 很简单 我国民党可不可以犯话 可以吗 我国民党要犯一个话 副院长黄国昌 我尿你两下 我就故意放这个 去破坏你的团结 好那当然这样破坏 其实我想现在民众党刚选上 还在爽 所以一时之间应该 有那天保大人那个笑到 那个笑容都止不住 对就是还是有一定的凝聚力 不过国民党真的是家里没老人 最老林得福 爷爷类型的 赤老罗民财 大哥类型的 他有他的事业 所以可能不想介入立恩的运作 那下来呢 可能就杨琼英 江启臣这些 台中卫很重 其他地方能不能接受 战斗人会不会想要主导 这个国民党问题很多 所以国民党跟我说一句 谈话会都还没开 大家不要急 所谓谈话会 五十一个 五十二个 大家一起来 吃个便当 聊聊天 何各言而至 大家各自 武云哥永赫西归 然后所有一起去交游 对 大家先坐下来 一起吃老散便当 好 那当然重点还是在于说 国民党的内在的高度不稳定性 会不会被渗透破坏 大家邮寄上一次选院长 虽然民进党直接过半 一定选 一定上 但国民党投赖世保还跑了三票 为什么 他们觉得输定了嘛 所以没有监票 跑了三票 赖世保少三票 有一票应该是文盲 因为盖到赖平宜去 这个视智能力有问题 好 这些人不看者会乱 你现在五四 人家五十一 再出个三票 不就又一样了吗 所以实际上 国民党真的需要 立刻去建构出一个 战斗机器 那这些泛话 我觉得党内斗争味道多 斗争 当然也有借民众党来斗自己 像赵浩康 他就一直很想主导 说你就让 让给王后昌一个副院长 是会怎样 可是赵浩康现在什么身份 赵浩康今天才刚骂民众党 他到底是什么身份 他现在是总统落选人 不是总主席 也不是党团 也不是中广董事长 那他到底是什么 你今天讲话 当然有些党内人可能在躁动 想要说看出力人能不能拉下来 然后换赵浩康 不过原则上 那也都是后话 2月1号一定会在他上台之前就发生 就来到 那国民党什么时候可以瞧出一个人呢 依我对他们的理解 大概是1月31号左右 才会有真正的叮喊 到底这次国民党的败选谁要扛责任呢 OK 我们只好再来一次 再败就是黄珊珊 再败就是黄珊珊 但是我回来看这里 大家现在好像是要逼宫吗 在败选的第一时间内 我们田芳文其实有出来讲 应该是阶段新增完成 那这是比较好的说法 就是一支楼堆给你 买你就趕着 而萧敬妍也跳出来讲话 那到底是不是真的要逼宫呢 我们来看一下 中共大选吞败之后 现在国民党的局势到底长什么样子 在中央方面 国民党的党主席朱立伦 其实他的资历非常的完整 但是似乎过了50岁之后 官运可能没有这么亨通 那再来 国民党的副总统参选人赵绍康 他是想要上阵吗 因为再怎么讲赵绍康 第一他有媒体的流量 第二他曾经的政治金童 第三他最喜欢提起的1992年 他有20几万票 当选的当时是大选区的立委 这个记录到目前还没被打破 所以赵绍康的战斗篮 会成为一股新的势力吗 那当然除了中央之外 除了我们还有地方诸侯 这一次在台中复选非常好的卢妈妈 卢妈妈已经一举成为了中霸天 尤其是在浮选蔡壁炉这一方面 他只输给蔡奇昌少少的7000票 所以卢妈妈是不是会成为下一个一方之霸 那最后人见人爱的蒋万安 虽然蒋万安背负着所谓的蒋家的后代 这个历史上面的所谓的历史公益 或者是历史上的污点 但是蒋万安应该是没有问题成为 国民党下一代的新星 那到底会不会这些人出来逼供朱立伦呢 我们来看以下这则报道 朱立伦先生 你要了解你正在写历史 你要给中国国民党立下什么样的榜样 什么样的案例 你自己看着办 真的不要让人家看不起好不好 总统败选这锅谁扛 来因再一波换猪声浪 国民党炒呼风暴 逼供党主席已经见在线上 中国国民党不是天天要 学校里面挂着李毅莲齿这个牌子吗 难道面对自己关键时刻的时候 那个齿就不在了吗 谎话朱立伦应该请辞下台 以示负责 曾经选过党主席的张牙中 直指国民党这次犯下三大战略错误 从舍弃初选制度 到侯友宜的魅力不足 最后是让蓝白河搞到天翻地覆 你可不可以来党内来个信任投票 由全体党员进行信任投票 如果没有过半通过 你立刻下台 催动党员压力 毕竟总统大选 国民党苦吞三连败 迟迟完成不了政党轮替 但继侯友宜讲完 多位县市首长声援挺朱之后 秦克立伟也表态 我支持朱立伦主席完成他的任期 因为其实这一次 国民党在国会的席次上 是有很大的掌握了 朱主席不一定是做得最好的主席 但是在此时此刻 我们需要一个稳健的国民党 我们在这边也要呼吁 所有党员同志伙伴 我们应该要持续地提出 革新的方案 而不是持续的内耗 败选动荡 党内要先安定 放眼国会格局 尤其朱立伦任期 只剩一年半时间 至于在这一次选战 扮演强心争的副手赵绍康 在新任党主席人选 呼声也很高 我想邵公兄在每个职务上 他都能够发挥的淋漓尽致 我相信党有党的规划 我们身为党员 会尽自己的本分 洪友宜回归市政 党务暂时不再触及 OK 战斗兰为主的 所谓的赵少康 赵董 那赵董这一次 他是不是有兴趣 回来争所谓的党主席呢 而这一次国民党的党主席 他是不是有更大的力量 毕竟他已经是立法院的最大党 所以志成哥你怎么看 赵董会不会回来变成赵主席 当然啦 战斗兰在第一时间就有出手 这个是要拱赵少康当任当主席 那我先讲 其实这个选完之后的国民党 跟民众党的情势 不比选前来得难看 也一样很精彩 选前你看国民党初选 一路从年终一路杀到年底 然后再蓝白河又蓝白分 没想到选完之后 继续往内互打 继续蓝白互呛 真的还蛮好看的 从历史来看 他们这样表现是正常发挥 正常发挥而已 OK 那可是赵少康 我相信当然战斗兰 就刚刚米绝哥有提到 他们一定想要在立法院里面 占有一定的声量跟席次 特别这些人都磨刀磨磨磨 然后想要这个梯队接班等等 而且他们有空战的影响力 对 然后加上说当然 立法院现在刚好 对国民党来讲 刚好也有提到说 基本上国民党处于一个相对而言 没有那么绝对说 虽然它是大多数 可是它里面的这种奔奔离析的状况 互相在找战犯的状况 还在延续当中 所以赵少康又在第一时间 就直接跳出来 要回应黄国昌的四点数学 所以你也可以看得出来 它有它的企图心 不是 它到底凭什么出来 回应这四点数学 对 所以我们也都能报纸 没有任何党值 也没有任何官职 你也不是总统候选人 事实上你真的撇开副总统候选人 你就是国民党党员 没有了 所以其实真的让人耐人寻味 这是一个情况 可是你如果问我赵少康 会不会出来参与党主席的竞选 我认为是不会 我自己这个大胆的猜测 原因很简单 国民党党主席 一个月至少三千万 要找三千万 一个月至少三千万 他好好的回去当中王董事长 回去好好的战情室里面 来躺这场浑水 我觉得没有必要 他宁愿在后面 整个运筹帷幄 指挥战斗篮的这样的情况 我觉得更符合赵少康 既有声量 又有所谓的收入 又有影响力 这样的情况 我觉得更符合他政治精通的判算 不过我们说 除了赵少康 我们说政治精通 这些东西以外 我们回来看这四年 我们说不止四年 我们说朱主席到现在 他的战绩或者他成绩 到底好不好 各方说法当然不一样 但是他在两次的 所谓的地方的大选 其实都缴出了不错的成绩 尤其是在两年前的2022年 那2022年开玩笑 赢了15个县市 OK 然后民进党兵败如山倒 这样子成绩不算好吗 一定要给赵少康吗 周老师 朱立伦 实际上在去年的地方大选 的确是管货肯定 其实但是从公投 其实他就已经是 就是零为受命 上去其实表现就不错了 那后面呢 就是可以被解释 是收拾前面的烂摊 那到了2022真的有打下江山 今年立院也有成长 地方基础战 当然大家也会说 那不就是靠地方派系吗 地方派系大团结 但话说回来 除了他 有谁能够说服地方派系 在台北有战斗兰在那边 盘踞一个山头 见神杀神 见佛杀佛 人生苦短不服就干 对 那在地方呢 这些地方派系 我可以挂国民党 我也可以不挂 我可以挂郭董啊 大家不要忘了 上半年还在跟郭董缴货 那么多人都在缴货 最后面全部都收回来 最少三个议长 对 这个过程非常艰辛 朱立伦如何利用 党内有限的资源 去完成全国的布局 至少在立委这一局 目前是领先 所以党内有认为说 你要批评他 那你要确定能够做得比他更好 有谁可以劝调郭董 有谁可以整合柯文哲 显然都没有 那你不就嘴炮 那赵阿康呢 说穿了也是嘴炮 就是如果要出钱 马上人可能第二天都 回去继续组织 多加一个节目 不然钱不够 自己还给自己 对 所以这个很现实 政治打到诸侯分 这是那种 国民党就反正割据 你要去控制这些诸侯 大家都是讲实力的 最好的实力就是 大家都知道交易的货币就是金钱 你少了金钱 真的是什么都不用谈 当然赵阿康有其贡献 他这一次跟国民党中央 整合起来也是难得的成功 过去他就只是在外面 一直讲一支闹而已 要注意他也支持过郭董 他也说帮柯文哲说过好话 他就是变来变去 开玩笑直播后面背板就是郭董 所以这个就是国民党人也会很在意这一点 觉得这一咖到底是不是真的国民党 所以现在大家都还在讲好话 做好事的阶段 还没有到真正翻脸 我目前民国赵阿康 应该不会真的挑起来选主席 主要还是第一 募款压力 第二 地方派系 南部的真的和他这种北老外 台北老外省人 合不太起来 大家在沟通语言上都还是有些落 金浦充都还会下去送个蛋糕 赵阿康什么时候下去送蛋糕 所以我个人认为 目前发展的格局是 国民党正在快速往朱立伦那边 集中 集中 开始互主 随着传统蓝营媒体开始放话 帮朱立伦讲话 我刚才已经有看到一篇联合报的 所以随着这媒体放话陆续出来 我认为国民党内的公道戏 应该不会继续演下去 巩固领导中心 就是开始去喊的是团结 因应新时代的挑战 这些话讲一讲 先让立院党喊出来 不过我们说还是要看一下地方诸 其实2018年 鲁秀燕刚当台中市市长的时候 其实声望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高 但是经过包括连任的选举 还有这一次2024年总统大选的辅选 还有地方立委的辅选 鲁妈妈已经成为一支新的势力了 尤其是我们说这个如果没记错应该是霍文哥 霍文哥说什么 一定要弄掉朱立伦 如果没有弄掉朱立伦 到时候朱立伦就会先弄掉鲁妈妈 真的这样吗 玉儿 那个我直接先讲结论 就是说卢秀燕大概就是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大概就是国民党2028年最强 甚至是唯一的总统人选 所以说在思考他要不要去抢党主席这件事情 要以这件事情为前提 那当然我们无法去猜测说 卢秀燕他是不是心里有想要选总统 但是就算他要去拿这个党主席 要去抢这个党主席 那也不会是现在 因为你现在抢这个党主席 其实意义不大 我很快我就要改选了 卢秀燕之所以有这样的本钱 那最大的原因就是他把这个大台中地区 从原本这个6比2翻转成2比6 而且不止这件事情 就是说我们看卢秀燕 我们刚刚一直在强调 他是2028年国民党最强 甚至是唯一的人选的另外一个原因 就是说他的状况非常像20年前的马英九 2004年的马英九 像个地方在哪里呢 甚至比当年的马英九更好 第一个他在党内是没有竞争对手 然后第二个他是白色选民可以支持的对象 因为他停那个蔡壁如停得非常早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在去年 这次选举里面看到的各种蓝白和闹剧 基本上都不会在2028年的时候出现 那另外一方面 其实我要请大家注意一点 其实卢秀燕也有在谨慎的经营 他自己的这种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人的这个形象 除了就是说他有讲过说抗中保台是每个首长的责任 然后也谴责过这个中国的军演 然后还不像当年的马英九 其实马英九从出道以来就一直苦于这个亲中的包袱 还有一件事情 化独箭头 最近这几天这个施明德过世 在国民党的政治务里面 你会发现有两个人很特别的 就是说有两个人特别悼念的这个施明德 一个是蒋万安 这我们就不是说 这个卢秀燕也说施明德是他一生最敬佩的人 他一生追求跟坚持民主的这一种精神 让他感觉到非常的敬佩 各位想想看 哪一个传统的国民党人会做这样子的发言 这是一个国家领导人的这种高度 是 不过我们说蒋万安讲了那么久了 我们现在就要来提一下蒋万安 蒋万安英格说起来 第一家世背景 第二长得又帅 而且又年轻 而且现在手握首都市长 天子脚下首善之躯 所以志胜哥 蒋万安有可能在这个时候冒出头吗 这个时间点应该不太可能 就如同刚刚玉和所提到 拍到比较中心 这个时候你会看他是守城为主 先好好的巩固好自己的地 高竹墙广基良 对对对 这个没有错 因为你看看几都里面 我们先不管张三镇 可是你看台中卢秀燕 2026结束 那这个新北侯友宜 2026结束 蒋万安他的麻烦在哪里 第一他的这个施政到底那么亮眼 这个过去这一两年 其实我个人觉得台北没有特别好 也没有特别不好 第二个蒋万安会面临到 过去的朱立伦困境 什么意思 2026他第二任选不选 当然要选 不可能不连任 选完之后 2028你能赞吗 对 韩国瑜 韩国瑜示范一次给你看 你说韩国瑜那是第一任 那侯友宜示范 也示范一次给你看 历史第一次是悲剧 第二次就是闹剧了 对所以蒋万安会面临到2026 选或不选 刚刚讲的这个 这种所谓的困境 to be or not to be 这真的是很痛苦 可是现在好歹前面有一个 卢秀业把他挡着 所以蒋万安一定会想着 我还是一切先守成为重 当然是高雄要什么 高雄要发财啊 对不对 天哪 市长 所以我估计之后朝野协商 对那个党团协商的收视率 会节节高升 应该会非常精彩 但是我们还是要回来看一下 我们的立法院到底怎么办呢 其实这次立法院 你要说他是诸神之战也好 说他是群无乱武也好 但是立法院多么的精彩 你看到有话题能讲话的 都通在里面的 包括我们说国民党的韩国瑜 到底会不会成为立法院的龙头 还有芙蓉王 王世间 龙盖生 谢龙介 人生苦短不服就干的徐巧新 太离谱的黄国昌 还有到底他是蓝还是绿 还是黄还是橘的珊珊姐 还有高雄的白眼女神黄杰 这些人齐聚在立法院 今年的立法院一定是极度的精彩 我们先来看以下这次报道 那具体上要什么吗 当然是高雄要什么 高雄要发财啊 对不对 天哪市长 你们知道我们都要发财 但是具体上你要开放什么东西 什么项目 或者是现在有什么限制 你要现在告诉我啊 你针对我问题回答好不好 我现在只想知道凤山的观光如何增行 谢谢黄议员 不要浪费我的时间拜托 我们时间一定很宝贵 国民党议员为了护航你已经限缩我们的时间了 你可不可以真的问题回答 谢谢黄议员 既然你已经知道刚才你为什么明知顾问 我是请你回去检讨 请你进行 好我们现在就真的问题回答 你不要再讲废话了 OK 志诚哥 这一幕其实是非常经典的 就跟那个王世坚 那个南北菜虫大集合差不多 你怎么看黄杰 如果在里面又盯上了韩国语 这有两个状况 第一个状况 黄杰的问证能力当然 看你从这一段看起来 特别是他单挑韩国语的问证能力 还有翻白眼的能力 都应该相当的这个厉害 问题是我们很期待可以看到重现 刚刚在里面看到重现 韩国语跟黄杰这一幕 不可能因为韩国语如果当院长 你不会咨询他 对啊 就很可惜 其实我一直很期待国民党 不要提名韩国语当院长 立马会更好玩 更有趣 更让人民有所期待 希望国民党可以听得到 我也很想看到韩市长咨询 所以你看韩国语如果咨询行政院长 或者是什么样的 应该是一个很热闹的状况 所以你要看到黄杰 或者是待会讲 我讲王世坚 要对抗韩国语这种精彩的戏码出现 恐怕只有在韩国语主持议事当中 而且这个议事还要有 这个不顺畅的时候 民进党团群举工资的时候 你才会看到 对才可以看到黄杰冲上去 跟韩国语对抢的话 而且还不见得有 因为长期以来很多时候 立马院的议事是有副院长主持的 所以恐怕要让大家失望 但是我比较期待 因为现在立马院整个议事是透明的 也就是说都有转播 直播 你看不见得看得到 在国会殿堂上面 这个正气敏燃 坐在中间的韩国语 跟立马院委员之间 有任何的火花 但是不要忘了一个 还有一个叫做党团协商 OK 党团协商立马院长早要参加 这时候精彩了 你看韩国瑜在那边 老柯在这边 我也不知道国民党的 国民党的大党边下边会是谁 民众党如果又出现一个 黄国昌在那边 所以我估计之后朝野协商 就是党团协商的收视率 会节节高升 应该会非常精彩 OK 那我们说这次韩市长 或者说现在叫韩委员 他是最有机会 当所谓的立法院的院长 因为毕竟国民党占了多数 那跟韩国瑜捉对尸杀的 除了黄杰以外 还有王世坚 我们来看一下 坚哥跟韩市长 到底怎么捉对尸杀 如果真的流氓 还要送一清专案 这不需要市长答复 还没你讲奥特曼啊 不需要市长答复 这是常识问题 你聘一些特定的菜虫当顾问 年薪百万 你这是甲北农制作 甲北农以令天下 请问台北农产 跟蔬菜价格高涨 有什么关系 请你解释清楚 南北菜虫一起串联 就是这么简单 那就请中央去抓 八个字 请中央出面去抓 你放心 你进土城看守守前啊 我提醒你 记得把取棍球吞下去 那我没有水啊 可以拿一杯给我吗 我也口干舌燥 你也可以喝口水啦 流氓也可以喝水啊 那我不喝了 因为我不是流氓 我不喝了 好像讲人家流氓 吞取棍球的时候 记得多喝点啊 OK 我们说只要被尖割咬过的 其实通常后事都是看俏的 OK 所以 那当这个王世坚在立法院遇到了 韩市长或者是韩总 这个到底会有什么状况 那个我们王世坚 有一个抽套叫芙蓉王 是 其实韩国瑜的出道作 刚刚我们看到那就是 那成名代表作 的出道作就是我们王世坚的手笔 我做个比喻 如果韩国瑜是这个桥本环奈 OK 大家先不要转台 拜托 就是说那王世坚就是当年那个 我们知道桥本环奈一开始 为什么会让大家引起注意 因为那时候有一个表演 那这时候桥本环奈 其实是没有办法上台 他就在这个旁边跟纪念人说 我们可不可以在旁边跟着学姐跳舞 他跳跳跳 刚好有一个摄影师路过 路过之后 可爱然后就拍了下来 拍了下来之后上传到网路上面 开始大家就红了 就什么这个叫做千年一遇美少女 什么之类的 如果韩国瑜是那个桥本环奈的话 王世坚就是那一个摄影师 OK 就我们回头来看的话 其实当年为什么会有这个 他就是博乐 就是说 其实当年那个韩国瑜 为什么会被 会被找到这个上面来 其实主要当然还是因为 这个北农的人士有一些问题 但这件事情某常跟王世坚是没有关系的 跟新潮流可能有关系 那我们不知道王世坚 为什么突然在那个当下 他会去突然去质询这个问题 然后更重要的是 基本上这个我们看当年这个选举 不是选举 当年这个质询 往后代表韩国瑜的三个关键字 全部都在这一场质询里面出现了 第一个我们刚刚看到的麦菜狼 这是韩国瑜的这个自我的认同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 这个最近有一个小段 就是说时间到了 他那个暂停一下 我要喝水 那个我们韩国瑜也说 我要喝水 流氓也有喝水的权利 对 矿泉水 就是这个韩国瑜最爱讲的这个矿泉水 包括最后在辅选这个侯康的时候 他也说 侯康只要在一瓶矿泉水 就会赢得选举 韩国瑜有多么喜欢这个矿泉水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 那个 那个王世坚这个议委这个 骂说这个你是sla没有担当的时候 韩国瑜突然间 画风一转 有没有看过月亮 凸子跟着月亮走就是这么来的 就是韩国瑜的三个关键字 麦菜狼 矿泉水 凸子跟着月亮走 OK 那我们回到现在 就是大家还是很关心 我们说太离谱的这个国昌老师 那国昌老师如果现在已经 你确定他已经 2月1号就会就职进入立法院 但是国昌老师跟韩总 或者叫韩委员 韩市长也有过恩怨 我们来看一下以下段影片 撞容这些有权有势的权贵 把国家的财产当成是自己家的东西 事情这么明确的 到现在还在凹 当初是谁重放 这样放弃国家的权利 这个是权贵还是庶民 有哪一个庶民可以享有这样子的待遇 我觉得选举选到这样子 祖宗三代祖宗八代的事情 都把它揪出来 而且都几十年前的事情 对当时的家庭 就是我岳家这边的确造成非常大的困难 当然所谓的行政官跟所谓的谜代表 有一定程度的差别 但是当这两个人在立法院又碰头的时候 到底会不会激起什么样的火花 我们再次邀请到最了解 黄国昌的韩老师 好了黄国昌 他当年对韩国瑜的这个质疑 是针对他的岳家 李嘉芬的八八 他们的兄弟 他的土地有没有问题 好那现在韩国瑜很可能成为立法院长 不要忘了民众党提出来的四条 虽然大家都有点不屑 其中还是有包括 院长的权利利益分配的关系 要公开透明 很明显有见止韩国瑜的味道 好当然这一点要等韩国瑜成为事实 韩院长成为事实 再来看看是不是会在第一会期去处理这一条 不过我要说 刚刚大家都有看到画面上显示 打的是什么 侵占国有地 土地 埋废弃物 对 黄国昌之前有一个案子是什么 是侵占国有地 你家里的国有地出现又消失了 人都会有一些波折 所以相骂本也增加了 不是只有一边单纯 真的要站的话 会不会两边互打呢 那我们就继续看下去了 那当然韩国瑜很快完成他的阶段性任务之后 民众党发现上手了 接下来自己人就开始逐步的去替换掉 有蓝营背景的色彩的人 那当然蔡英文上来的时候 也有林权内阁 也是短期内阁 不过我们说台湾这一次的立法院是嘲笑野大 但是很多人很紧张 那到底会不会造成国事上的问题 那有人说希望国家不要继续空转 其实国家一直都没有空转 他只是没有照着你的想法转而已 嘲笑野大发生过 当年的阿扁也有嘲笑野大 但是这个嘲笑野大的问题的 的确在那八年阿扁举步维艰到最后 尤其是2006年红三军倒扁之后 其实我们说古代说令不出紫禁城 那阿扁当时令不出总统府政治党内 还有在讨论到底阿扁要不要下来 后来大家发现阿扁下来谁上去 吕秀莲 阿扁你继续做加油 保持你的健康 所以这一次立院的嘲笑野大 当年阿扁怎么处理的 先叫唐飞来当行政院院长 那这一次赖清德的行政院长 他可能会找谁呢 微航老师 好了 当时找唐飞不得不为 你必须要有一个人去安抚国民党 所以唐飞推出来 而且安抚军系 对 一推出来 大家吓了一跳 怎么唐飞跑过去了 是 有一个震撼感 一时之间难以翻脸 所以唐飞隔归上去 毕竟是完成了一个历史任务 和平政权转移 这一点非常重要 不是李登辉说OK 军人你要说OK 而且是要有一个人 可以至少有点行政精力 有点说服力的 你不是立刻把民进党翻上来 好 那当时所面临的格局 是总统立委没有同时改选 所以国会和行政权有一个时间点的落差 那唐飞很快完成他的阶段性任务之后 民进党发现上手了 接下来自己的人就开始逐步的去替换掉 有蓝营背景的色彩的人 那当然 蔡英文上来的时候 也有林权内阁 也是短期内阁 就是希望这个过度不要太激烈 从参战政毛泽国这些人的内阁 转过来的时候 可以稍微的和平一点 不要让对方有一个很强烈的落差感 不过现在这一次的民进党 因为他是实际上就从蔡英文来了 所以他这一次也没有什么过度不过度的问题 主要就是在于说 基本上如果是嘲笑也大 院长去到立月一定被炮 所以现在就先让陈建人2月1号 先去承担一下子 如果撑过去了 5月20不见得会换 因为人家都撑过去了 再让他再撑一下下 那目前我听到说 有些人说不排除 让他撑他预算会起 因此虽然底下很多人磨刀祸祸祸 想要来争取 可是正常来讲 这种情况已经算近乎看守内阁 对 他就是一个看守内阁 但你也可以说是漏电内阁 张俊雄也做过看守内阁 张善政也做过看守内阁 对 但是重点是他们是政权转换 但是民进党这个政权 就是单纯的同党的过渡而已 所以性质有点不一样 只是要面临的是唐飞那时候的问题 就是朝小野大 那立院一定会急着要表现 他们要证明这个在野党是强而有力 陈建仁显然是相对来说 因为他至少有一年的经验 所以原则上可能在因应 这些国民党的公事的时候 会比较有把握 不过说到朝小野大 如果我们所以现在大家认识 就是执政党 立法院没有取得绝对的多数 叫朝小野大的话 我们应该再把时间往前推 1988年1月13号 金国总统逝世之后 李登辉继任当总统 但是说实在话 大部分的人 尤其当时还是党国大佬时代 都认为李登辉大概就是 第二个严家干 他就是个过渡政权 为什么 他在党内没有派系 辈分也不够资历 你说三十几年 但是以当年的国民党来讲 三十几年其实不算生 OK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如果我们拿李登辉来借禁呢 如何 那个李登辉总统他后来 对他自己这段时间经历 他有一个说法 很生动的一个比喻 说不过是虎口下的总统 是 当年他有这个所谓的 令不出总统府的问题 因为他当年在蒋经国过世之后 他所面临的 我们现在常常用主流派 或是跟非主流派的对立在 看当年这个政局 但是要有一个 但大家要有一个观念 当年的非主流派 非主流派这一块是比较大的 嗯 那主流派其实只有李登辉 就老K跟新K啊 就是这个 还有一些本土的这个 那非主流派 里面这边他其实他 第二个这个说 这个非主流派 其实也不是铁板一块 在当时这个余国华 他其实有点像是 所谓的公平派 就是说他其实是 蒋宋美龄的代表 所以当时候蒋经国过世的时候 第一时间就遇到一个问题 说你国民党的党主席 是不是要直接的让这个李登辉的接任 那当时余国华是这个直接 直接收到这个蒋宋美龄的这个 这个指示 就是说是不是国民党的党主席 不要那么快的 我们有一段时间来做这个集体的这个领导 那后来那这个东西他当然就没有成案嘛 所以说余国华 余国华这个是宫田派代表 还有这个李煥他当年是掌握党基计 在威权时代 其实李煥是国民党内属于比较开明的 他跟这个王生之间的 比较强硬派的王生之间 其实是很多斗争的 但无论如何在当时那个环境下 掌握党基计的李煥是一个比较开明 那他跟这个比较老派的余国华 基本上是处不来的 然后还有最重要的就是说 这个掌握军系的这个郝伯村 那同样的郝伯村跟这个李煥也是处不来的 这个我们那个关中 关中老师有一个回忆录里面有提到一件事情 就是说那时候关中因为什么事情 去找这个郝龙斌的时候 因为关中是这个李煥的嫡系 那去找郝龙斌的时候 郝龙斌就说你来干嘛 这个李煥老师叫我来 他怎么不自己来 你就可以感受到说 那后来当然李煥就灰溜溜的又来了 你会感受到说 其实从这个小意识里面 就会感受到说 郝伯村是有多么的强势 那当年其实李登辉看到 这个对郝伯村也是有一点 就是毕恭毕敬 那郝伯村其实在某程度上 也是蛮嚣张跋扈的 当年的我们说华盛顿总统 其实在领导美国人民打完了 美国的八年抗战 从1776年打到1783年 美国总统当时的华盛顿 当时不叫美国总统 民兵统帅到了国会去报告的时候 所有的议员有没有起立鼓掌 没有 华盛顿走上讲台的时候 所有的议员以右手 倾触茂言表示回礼 然后我们华盛顿卸下了统帅的职务 其实台湾的历史上 不管是朝小野大或者是 朝野要大和解 时有所闻 但是到底有没有成功呢 最出名的那一次 就是施明德差一点 当上了副院长 但是有人跑票 至于谁跑的 我想大家Google就知道 旅士战国贝特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且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周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